我先生是印度人 所以我不是传统上的 就是一定要找白人 因为我知道 我绝对没有其他的看法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是觉得我想找白人 或者是我想怎样 自己有那方面的想法 这个无所谓的 我老公是印度人 我当时碰到他也是命运吧 但是我没有挑人 你是黑人白人 你是哪人 我真的是没有挑人 我是被他的personality 我当时被他的人人体 或者是当时沟通 我当时是被吸引 大家好我姓田 我叫Jasmine 我来自多伦多 在多伦多已经住了十多年了 然后我是一个80后 我是1981年 生人 来加拿大 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我是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第一次登陆加拿大 是登陆温哥华 2001年1月21日 我这个日子呢 我就永远都忘不了 就是我第一天入境 温哥华 然后 我为什么 跟钟南联系了呢 就是我follow他的这个YouTube频道 已经大概半年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不能说所有的影片都看过 但是90%都看过了 从最开始 从最开始 所以我自己非常 叫什么 inspire 我觉得他做的事情 第一他三观非常正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 而且他的素材呢 就是特别的真实 我觉得就是真实到有的时候 你就不忍心去看他 或者是就觉得 哇 就是终于有人说出了 就是这种真实的华人的 就是从各个阶层也好 各个 各个人的背景 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是 我为什么 大概一个多月前吧 就是给他发了email 我当时看了一个影片呢 就是卡尔加里的那位 跟我童年的大哥 也是1981年生人 然后他是在肉食加工厂工作 现在在卡车司机的那位 那个大哥 哎 我不应该叫大哥 说不定我生日都应该比他大 说不定他 我们是童年 但说不定他可能比我小 然后我想都是1981年的生人 年纪都是一样的 然后来加拿大也都很长时间了 但我就看我自己的经历 跟他真的是相差太多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太幸运了 真的是没有经历到他的那么多的苦 然后啊 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还 我自己还抱怨很多东西啊 生活上抱怨啊 还有就是有些事情差强人意啊 但是我一看到他或者是看到 看到东南其他影片的朋友觉得 哎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觉得我跟他们比我已经太幸运了 我是高中毕业 我是吉林人啊 我是东北人 吉林的 然后我是高中毕业就来到加拿大 我是属于第一批自费留学生 我是2001年到的加拿大嘛 然后那个时候呢 自费留学生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人给我们扣上的帽子 就是小留学生 就是你们这一批小留学生 怎样怎样的 因为在我们之前呢 都是要不就是公派留学 或者是公派出国 然后或者是难民 难民出国 我们算是第一批自费留学 而且就是我们 基本上我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女 我没有兄弟姐妹 就是我们自己 然后很少有打工的 我们的学费生活费啊 都是都是父母给的 所以我们在国内也没有吃过苦 我高中毕业嘛 那个时候至少我遇到的朋友 90%吧 家境都是可以的 就是中等吧 算是小康就是能够支付子女的 这个国外的留学呀 生活的一些费用 有极少部分会打工 我后来大三之后吧 我也在披萨店打过工 但是那个时候完全就是 自己想体验一下 并不是说我真的需要那几百块钱 大概也就是打个 十几个小时 二十几个小时每个星期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需要 在金钱上没有受苦的一代 然后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出国呢 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我高考真的考的很烂 我刚好那个时候参加了高考 但是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 然后国内的也能上上大学 但是可能我当时父母觉得 那个时候可以出国 你要不要选择 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能闯似的 我是挺外向的一个人 所以我当时就想 我想出国 我想试一下不同的经历 然后 而且我爸爸的原因呢 当时他以他的工作性质呢 他去过很多国家 去过欧洲的很多国家 北美他没有来过 但是他去过欧洲的很多国家 然后他去过阿联酋中东的好多国家 他去过就是根据 等于是他的工作性质吧 俄罗斯他去过 待了好几年在俄罗斯 他自己 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呢 是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末吧 大概那个时间 所以他去了之后呢 他回来就是给我的思想就是 国外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机会的话 你应该去看一看 啊 我跟你妈呢 基本上就这样了 就是在国内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不懂英文 也不可能出去 啊 但是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送出去 当时在高中的时候 思想就 其实他高一高二的时候 他已经就给我 嗯 渗透这种思想了吧 就是完全就不是说 哦 你高考没考好 算了你出去吧 就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潜移默化的 他已经跟我说 嗯 高考是一个选择 国内上大学是一个选择 但是 你也可以有一个选择 就是啊 我可以找方法送你出去 所以就 主要这是两个原因之后吧 我就出来了 然后呢 当时就是 嗯 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移民中介办的 我们叫ESL语言学校 到温哥华的语言学校 然后进宿家庭 我住了半年 啊 那个家庭非常好 就是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是 姓Wilson 然后 他的男主人呢 是一个消防员 然后 那个女主人呢 他有 当时在接我的时候 是怀孕 第二个男孩 然后他有一个 七岁的女儿 叫Nicole 但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我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呢 我就啊 然后也见证了他小儿子 Connor 出生吧 当时就是非常好的一对 年轻的加拿大白人夫妻 然后后来我上了半年语言学校 然后就转到了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在这个东海岸 然后 就走了 就是 没待在温哥华 因为我觉得当时 温哥华 为什么没有待在温哥华呢 可能是我自己觉得 学费比较高 收费比较高 然后呢 城市也比较大 可能那个时候自己觉得 练习不到英文 就是说 Homestay是 这个英文的 但是我们的语言学校 全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当时跟几个朋友吧 就认识的朋友 就是说 就有了一个机会 去了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很小嘛 我当时就只知道它很小 所以就觉得 OK 练英文应该是 比温哥华好一点 而且便宜一些 然后后来就到了New Brunswick 然后在那里 四年大学 然后达到了本科的毕业证 然后之后呢 我去了哪呢 之后呢 因为当时的就业非常难 New Brunswick的就业非常非常难 没有什么就业机会 然后当时呢 也没有想要回国 所以我的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回国 就是在加拿大上完大学之后 我的唯一目标就是 我要找到工作 我要留下来 我没有想过要回国 然后就去了Winnipeg Winnipeg就是Banitoba的Winnipeg 当时为什么去呢 因为那个时候有认识两个也是大学同学 他们就是提早转到了Winnipeg的大学 然后当时他们也临近毕业 就说OK 这边有一个省移民 就是Banitoba有一个PMP 就是省移民 那个时候好像还蛮容易做的 他说你要不要过来 这边工的机会呢 应该也比New Brunswick要多一些 船上稍微大一点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们两个女孩子两个人 我们就飞到了Winnipeg 就把New Brunswick东西扔一扔 然后就打了两个大包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跑到Winnipeg去 然后在那里边也是通过朋友 帮忙租了一个房间 然后大概我们那时候是三个月之内 毕业之后三个月之内 你要自己找到工作 然后申请这个PMP 所以我们当时呢 比较幸运的 不管是中间经历了什么吧 反正我们三个月 基本上都找到了 两个人都找到了工作 然后就顺利的 两年之内 我们就在Winnipeg 拿到了加拿大的PR 我那个时候是 好像是先拿到PR 还是他比我稍微晚一点 我忘记什么原因了 好像只是 其实只是就是那个 可能是Paperware上面一点原因吧 反正我就先走了 我那个时候就说 我不能再Winnipeg 因为太冷了 因为冬天零下五十几度 我说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当时觉得 OK我已经拿到身份了 我 我应该去哪里呢 后来就选择了多伦多 我觉得多伦多 一个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在这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多伦多就业机会啊 都比较多 然后我 我没想回温哥华 我一直觉得温哥华是一个消费城市 如果你想找工作机会的话 我一直认为是 多伦多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然后我到了这边之后呢 就是一个人 当时也是把Winnipeg的东西扔一扔 有一个人连着帮我跑到了多伦多 然后多伦多那个时候就在网上 其实你在加拿大待久了 你就 其实找房子也都比较容易了 你也知道怎么弄 然后你也知道谁接机 其实这个 你在这边待过几年了 你都这个都可以自己搞定了 然后我就在这边就扎根下来了 应该是我到多伦多应该是2008年末 我记得 应该是10月份11月份吧 我还记得我是在Winnipeg 考到了驾照 我考到了驾照之后 大概一两个星期了吧 我就订了机票 我就义无反顾的跑到了多伦多 然后来多伦多之后呢 就是按部这个班找工作 因为毕竟有了Winnipeg的工作经验的话 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其实从 就包括披萨店 就是在多伦多的 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披萨店 一直到现在 我工作的都是加拿大人的企业 我没有在华人的公司啊 或者是就是中国人的就是开的公司里面工作过 我觉得我可能是潜意识里面的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想让我的英文更好或者是我以后能找更好的工作的话 我还是尽量要在英语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在Winnipeg的时候那两年其实我做的是客服方面的 我是在一个家具公司 然后做客服方面就是Customer Service 所以我记得那两年其实对我的英语绝对是一个值的变化 因为我客服嘛 我这边要对客人 就他们买家具啊 买电器啊 然后这边呢我要跟厂商 协商 工作这里边有然后我要跟公司的有库房有其他的同事全都是讲英文的 所以我觉得那两年对我的来讲大学其实我很多周围的朋友觉得都说还都是中国人我的室友也是中国人啊 其实大家还是以中文为主啊平时沟通 但是我觉得那两年在Winnipeg工作的时候就是对我的英文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尤其是做客服的你基本上是逼着你你要去学那些东西 你要去学就是那个领域的比如说家具就是家用电器那些东西啊 然后包括就是厨房用具啊床上用品啊就是你能想象的家具的东西你都要自己学 然后跟他们客服就是厂商有的时候就是不靠谱的客人不靠谱的厂商 所以那个时候有太多的然后你要对付很多的客户的抱怨 然后那个时候你要对付很多实在对付不了你要跟老板你要找老板帮忙 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你非常大的磨练吧 但是我觉得那个两年就是没白练吧我觉得就是有的那两年之后来到多伦多其实就非常容易找工作了 我们原来是住在多伦多东边大概开车四十五分钟的一个小城市 然后那个时候收完第一个宝货之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啊因为我老公那时候在读博 所以他的那个在学校的也都在当趟那边 后来我们就觉得OK这样这样实在是来来回回的那个太不方便了 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搬家了我们就把那个房子大房子就就 其实是被我父母接过来了我父母现在在那里住 然后我们就在当趟买一个很小的房子因为多伦多的当趟的房子都很老很旧很小很贵 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三个小时的车程来回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当时就买了房子有一个孵化器的负责人跟我老公跟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他呢开始了一个项目就是就是这个我们叫Startup Visa就是SUV 他是专门吸引国外的创业者能通过这个项目来到加拿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黎民项目吧不适合所有人 他的要求我觉得门槛比较高 雅思成绩至少要5以上 而且是希望呢就是说是最好有创业背景的人士啊 语言你要比较好啊因为涉及到面试啊口语啊 当时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圈子的人呢就是很多都是印度籍 就是伊朗籍伊朗籍伊朗的创业人士很多 伊朗籍然后然后当然就是加拿大背景的人 然后当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创业的就是商业计划说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我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的出彩 就是至少结合我这么多年在加拿大 business 就是这个背景吧 我并不觉得他们说的东西有那么的不可思议 就是那么的就是怎样 但是为什么很多复发器很多投资的人对这种很一般的项目他会这么有兴趣 其实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接触到了中国的创业人士 我觉得中国的我不比他们差 如果你刚刚看他们的就是那个business plan的话 有很多东西真的不比他们差差在哪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差在语言沟通 就是他们可以把非常一般的business说的天花烂嘴 就真的是在沟通上吸引你 而且我们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人就是太务实了 就是他们不会我们讲的可能是不要包装太多 就是实实活活了你知道就是就是这种 我觉得太实在反而变成了 你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 就是而且太抠细节 就细节抠的太多 你越抠的话毛病越多 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OK 那我就是可不可以 因为我很了解孵化器的运程 我在那个孵化器里面待了半年多 就因为休产假嘛正好 当时有我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帮帮帮帮孩子 所以我大概五六个月 我就大概在浮华器看他们怎么review啊 这些东西申请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OK 我有可能我可以跟我的专业知识 能够帮助一些在香港或者甚至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能够帮他们找到一些正确的方法吧 或者途径或者正确的沟通的方法 能把我们的这些高科技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一些即使你是在一个idea的阶段 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产品啊 也是能通过这个项目来到加拿大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从2019年开始做的 所以我一直做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也是我也是自己创业 后来我就决定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可以 后来我就这工作我就死掉了 我就自己开始做这个 所以这个反正做的越多吧 就觉得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有太多的优秀的人 就是他们的背景真的是非常专业非常强 但是呢唯一我觉得一点就真的是短板就是不自信 就是自信这个方面 肯定有一点是因为语言吧 我觉得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门口 一旦语言你没有办法像中文沟通的那么流利 那你又肯定就变得不自信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 我这样说对不对啊或者是怎样 你就觉得其实你只要说出来 只要说出来 你就是不要管他对错也好 其实语言这个东西 尤其不要介意语法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尤其在国内上 我大学的人高中的人 就把这个语法看得太重要了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语言就是个沟通 你只要能听明白就行了 什么过去时啊什么过去完成时啊 我到现在都是说实话我稀里糊涂的 但是至少我说的东西大家都能明白 我好亮 灯突然亮了 吓了我一条 对所以这就是我最大的感触吧 我也是算自己创业大概快三点了 对我自己的感触 但是我还是接触到了很多国内的 还有香港的很优秀的人士 我觉得就算他们来到加拿大 就算你的创业不成功 你创业没有人可以决定 OK我只要创业我就会成功 那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即使他不成功 我觉得他们都完全可以在加拿大 找到他们的位置 只要你 只要你说什么 西太百正 你不要介意我的口音 大家都有口音 在加拿大没有没有口音的人 我觉得这是你的优势 你知道 我觉得也不是都讲的 讲话都像加拿大人一样 那多无聊啊是吧 我觉得口音才是优势 这个 这句话其实我是在当时 在这个媒体公司 我们做这个HR 他给我们做这个课程 就是讲这个文化背景 因为我们公司人太多了 就是所有的背景 哪儿的人都有 就我们一个部门里边 大概 基本上四五个人 全都是从不同的国家 就是或者是就是 或者父母是从不同的国家来的 所以大家都不同 然后我们当时做过一个课程 给我们讲课的人 他是多大的一个教授 他非常严重的欧洲口音 当时给我们讲的说 你们谁觉得自己有口音 很多人都举手了 大概一百多人在听 全都是这些公司的员工 当时他说 他就说 你们没有口音 因为你们在加拿大 这就是加拿大最美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不一样 你就是这样 你们都是加拿大的主人 不要觉得我来了 哎 我有口音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 或者是怎样 那要怎么样呢 你第一次听不懂 再说一遍嘛 是吧 这个无所谓的 而且 所以就是中国人 我觉得就是包括你香港也好 香港朋友有很 其实如果你来讲 也是有一些口音的 对吧 他英式口音 或者是广东话 带过来的这种口音也是有的 但是这是 这是你的特点 这个不是你的短板 你一定要把这个看成 这是我跟别人 宇宙不同的地方 是吧 什么行业 你以后做什么工作 我都是 我就觉得这个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个表现的不自信之外 你觉得我们华人来到加拿大移民 还有那些个方面 如果能稍微改善一点点 会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啊 工作啊 有什么大部分 我觉得 你应该把眼界就是怎么讲 放宽吧 就是什么叫眼界放宽呢 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其他的族裔的 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他们的背景 比如说你在 你在市中心工作 或者是你看你在哪个行业工作吧 如果你周围的同事 是从某一个族裔的背景的非常多 就是 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下 就是他们这个culture是什么样的 他们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多多少少有意识的了解一点 尤其是那些他们文化里面不喜欢的东西 你没有必要就是雷点嘛 就是你不要踩到别人的痛处 踩到别人的雷点 就是你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 至少展现出了尊重 就是我尊重你的文化 我尊重你的不同 我可以不同意你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那个文化里面的一些想法 我完全不同意 但是我是尊重你的不同的 因为我们都不同 所以我 我很确定 你也 对我们 可能是中国的文化 有一些东西是不赞成的 但至少你就是说 OK 我尊重你们的文化 我不赞同 但是我尊重 但是呢 这个尊重的前提是什么 你要去了解 你多多少少要了解 比如说 你的同事可能是 有一个有意思的话 他是意大利人 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多意大利人 我原来的一个同事 他就是一个意大利人 他是二代移民 但是他就讲意大利语 因为他爸妈妈不讲英文 都讲意大利语的 意大利人最讨厌什么你知道吗 真正的意大利人 他是不会把菠萝放在披萨上面 这个对真正的意大利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对他们来讲 就是耻辱的事情 是insulting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 所以你要是想象一下 如果你跟一个意大利人 去开party的话 或者是怎么样 你offer他一片 Hawaii Pizza的话 他会 如果他真的是那种 就是非常传统的意大利人 他会非常生气的 所以你可以Google一下 其实这个传统的意大利人 不吃YouTube上面有太多的 就是这种整骨 整骨意大利人 你就故意放在菠萝 在他们的披萨上面 他们真的会打你的那种 就是类似这种 其实你要是有点 就是怎么讲 有意识的去Google一下 其实你都能找到 然后平时的聊天 那你就尽量避免吧 对吧 这个时候就尽量避免 至少这个时候的 或者聊天的时候 或者说我知道 意大利人 如果你是Hardcore 我叫Hardcore 就是真的意大利人 你不放菠萝 在你的披萨上面 他会非常开心的 哦你知道是吧 对对对 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个 或者你也遇到家人 他会说 意大利人他会说 哦我爸妈不喜欢 我无所谓 那可能就是新一代 年轻的意大利人 他也不讲意大利语了 其实我也遇到过 他不care 但是就是这种文化上面的尊重吧 和认同 我觉得至少 尤其在我们对话 平时我们在公司聊天的时候 你会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OK 至少你是尊重我的文化 你不需要赞同我 就包括这点 如果有人说 你们中国人怎样怎样怎样 那看他说的语气 如果他真的就是说 就是很客气的说 我听说你们中国人 有这样这样的习惯 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种 就是比较友好的 或者是你完全可以 因为没有恶意嘛 因为他不懂嘛 他既然有兴趣去了解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 你可以跟他解释 哦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一百年前是这样的 现在不是这样 可能有些地区还是这样的 但是我长大的地区 因为我们自己也非常有 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嘛 呃 但是如果就是这种 你当然是一个非常好 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 如果他的 你能感觉得到 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其实就是非常的 不屑呀 或者是觉得就是 带指责 指责的感觉的那种说 我也觉得你没有必要 跟他客气 你也就是说 至少我会跟他说 如果他态度不好 或者怎么样 我也会直接追回去 就说 我说你看的是哪年的新闻 一百年前的新闻吗 你不看现在的新闻吗 你不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吗 如果真的是非常 不要好几次度的话 你可以看他的背景 你哪儿呢 你的 每个族地 你都能挑出不好的事 是吧 如果你真的是来不好的事 如果真的是来抬杠的话 那我也可以抬出 你们背景 我不觉得你们那个非常好 你们现在还那样吗 是吧 所以你可以追回去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对啊 你本来问我的时候 已经非常不怀好意了 那我没有必要 再给你的爱死 对吧 所以就是 这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 是啊 我们可能是有地方 原来做的不好 现在正在改正 但我也觉得 你们也不怎么样嘛 所以我的立场就是 基本上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是如果真的是被冒犯了 你一定要怼回去的 不然的话就是 习惯成自然 它不拿你当回事嘛 对吧 所以就是 没有必要 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你平时多注重一点 其他人的背景 你多的是好的 不好的 你都知道一些 我觉得你 时间长了 你能用得上 说白了就是说 作为移民来讲 有些华人移民 不要只钻在 海人这个圈 对吧 多了解了解 周边的这些个 对 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 有的朋友 其实我看你的那个视频 也有的朋友就是说 我不想融入别人 是吧 可以 当然可以了 就是我觉得加拿大 最好的地方就是 Freedom 对吧 或者是你只要 自己觉得舒服 你就 你就那么做 OK的 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嗯 很多加拿大人 也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也不跟其他的人 这个沟通的 这是OK的 但如果你是想 说白了 你是年轻一点的人 有野心的 你想在一个公司里面 往上爬的 对吧 你想升职 你想加薪 你想跟你老板搞好关系 那你 对 那你就需要这个 因为说实话 如果你是在白人公司工作 就是你不是在自己的 就是 中国人那个圈子里的话 那就是 中国人圈子里面 就是另外一套 模式我觉得 但是如果因为 这个模式 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懂 因为我 我一直都是在 加拿大人的公司里工作 所以但是呢 你就是潜移默化的 你 你要跟你的同事 跟你的领导 尤其是你的直系的领导 或者是这样 你要多多数了解一些 他们的背景啊 各方面的 就至少不要冒犯到别人 无意中啊 无意中啊 因为我没有 我觉得中国人没有人有意冒犯别人 所以但是呢 就是无意中的冒犯别人 其实有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的 他不会说 哎 你刚才说的话 其实冒犯到了我 因为我的背景是这样的 他可能会想 拿到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已经得罪了别人 但是他表面上不会跟你说什么的啊 对啊 是吧 就是没有 因为很多人不会撕破脸皮啊 其实他们还是比较 至少表面上会过得去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 说实话 往上走的话 我见过太多了 你一定要跟自己的 manager 搞好关系 说白了 你要多了解 多说 多看 这是我的想法 多为家的第一大城市 第一大城市 优缺点啊 先说 我先说 优点 我先说优点 第一 像你也说过了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你人多 你机会多 你公司多 你接触到的人不多 人多 我觉得你的眼界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的多了 你就不觉得很多事情怎么样了 说实话 你的脸皮也变厚了 因为你看到的就是 你同意不同意 你喜欢不喜欢的 反正都很多 然后 比如说你住的地方 其实住的地方 多伦多也非常大 这个区呢 中国人非常多 那个区呢 印度人非常多 这个区呢 可能是俄罗斯人非常多 也是分区的 所以呢 你要是选择一个 就是说实话 你自己人不多的地方 你可以选得到 对吧 即使在多伦多 即使在多伦多 你可以选得到 比如说就是 我住的地方 就是主要以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为主 然后我女儿上的学校 很小的学校 很小的学校 一百多个人 公立学校 他们是百分之九十 九十 可能是百分之九十八吧 都是白人 对 然后你就是 我们不是特意挑在这儿的 我们当时就是因为 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都在市中心 我没有办法 就是两三个小时 花费在路上 我没有刻意的 找这个区 但是我们扒兰了之后 才发现 哦 是这样的 但是也无所谓啊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见识的多了 你的机会也多 所以你的眼界不要开阔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多伦多 当然还有 缺点呢也不少 缺点呢 房价贵 真的是贵 你花同等的钱 你要在小城市 或者小一点的城市 周边稍微远一点的城市 你住的条件会非常好 你要是喜欢大自然 那喜欢那种什么 那当然你选择就非常多了 就是像我们这种呢 主要还是在以工作和学校为主的话 我们选在市中心 多伦多市中心 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 我们的户院非常小 我没有大院子 我没有游泳池 我没有 就是不可能走几步就是湖标 那不可能的 就这些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的就是 我觉得有更多的就是 说实话是工作机会 我们的客户啊 我们的business partner 都在这边 可能以后再过个十几年 我不知道 我可能会搬出去 但是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至少都市中心 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适合的 当然不适合所有的人 缺点呢 第二个就是 你今天也看到了 今天的traffic 可真是太 堵车太夸张了 是越来越夸张了 我说现在油价这么贵 但是完全阻止不了 人出来的欲望 我今天也是提前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知道会堵车 但是我也没想到躲得这么厉害 然后我是在上班 我是直接过来的 我是提前走了 然后这一点 你要是不喜欢开车 你要是不喜欢这种 扎堆的这个地方 那可能真的就是 这边不太适合你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看你自己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你不介意开车的话 你可以住在 我有同事每天开车一个半小时 从外面来当趟 可以 然后再开一个半小时回去 他OK的 他说我不介意啊 我在车上 我可以踢踢音乐啊 我可以 或者是怎样啊 然后 他是孩子都大了 他也不需要顾家 也不需要顾孩子 也不需要这样 他不介意 所以呢 就完全看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的选择